国际焦点 答应来关注战况一度告急的哈尔科夫 乌克兰首承告捷 前线的俄军不仅被击退 还有俄罗斯士兵集体器械投降 边界数从的俄罗斯T80坦克 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到 有小型无人机慢慢靠近 之后一举俯冲炸掉坦克车 至于这种包的密不透风 被媒体戏称是乌龟战车的 俄军改装坦克也无能幸免 乌军最近就掳获一款T62的改装版本 还活着上投俄军 乌克兰国防部也公布 前线士兵与战力品德开心合影 另一段空拍镜头则显示 由俄罗斯士兵直接投降 地点还是在先前一度 战况危急的东北部沃尔陈斯克地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强调 哈尔科夫战况越来越稳 日前战功标秉的第三突击旅 就公布一段24名俄军战俘 无集体访谈的画面 所有人面容憔悴形容自己才受训 一周就被推上战场 并亲眼目睹同袍一个个战死 数量是乌军的好几倍 与此同时俄罗斯南部靠近边界的 罗斯托夫地区也不平静 又有储油设施遭到无人机攻击 爆出熊熊大火 对于战况不利的消息 俄罗斯通常低调带过 甚至到现在才首度认了 A50预警机曾遭击落 俄罗斯引以为豪的A50 去年底陆续传出被攻击 先是有部署在白俄的A50遭炸毁 今年初也接连遭乌军击落 不过俄罗斯现在才承认 还放话要通弃乌克兰旅长 乌克兰则估计俄罗斯的A50 恐怕只剩下六架 更别说A50要价上看百亿台币 号称能同时追踪 五十个空中水面和地面目标 过去更有俄国退役空军少将 称能利用A50追踪爱国者飞弹发射 如今却被击落 无疑对俄罗斯带来沉重打击 俄罗斯在前线 尽管没有太大进展 还是继续对乌克兰百姓开刀 17号又攻击中东部的波塔瓦州 造成电力中断 俄罗斯总统普钦时隔24年访问北韩 而北约秘书长则是再到白宫 会见拜登 他形容俄罗斯等于加快促成 北约成员国军费开支 达到2%的目标 不过他话风一转 在华府智库演说中警告中国 若想挺俄罗斯 小心付出庞大代价 而靠着西方援助的弹药 乌克兰更频繁锁定克里米亚 乌克兰武装部队最近就声称 在一个半月内毁掉克里米亚 约15套的俄国防空系统 除此之外 乌克兰最大的问题还是缺兵 乌克兰50岁的士兵就说 自己26岁的儿子也准备上战场 两人将一起在防空部队守护家园 希望夺回更多食土 点新闻综合报道 接着就来看俄罗斯总统普清 接受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邀约 预计将在周二深夜抵达平壤 进行国事访问 而距离上次普清到访平壤 已经时隔24年 北韩朝鲜中央电视台大力放送 在国家领导人金正恩的邀约之下 俄罗斯总统普清 睽違24年将再度到访平壤 进行国事访问 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到 北韩已经做好事前筹备工作 平壤机场已经移除民航机 今日成广场同样整个清空 准备举办迎接普清的阅兵仪式 尽管CNN报道 普清恐怕要到周二深夜 才会抵达北韩 包括领袖峰会在内的所有行程 几乎安排在周三 但南韩和美国都不敢大意 抢在金浦会登场前夕 美国特种部队和南韩军方 举行实弹演练 美日韩还计划在月底 展开代号自由刀刃的 多域联合军演 因为普清上台后首度造访北韩 凸显着两个被国际孤立的国家伙伴关系 正在快速发展 克里姆旅公则证实普清访问平壤后 19 20号将接着前往越南访问 巩固更多亚洲的盟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